没长胖长高了 鸡宝刮了个一等奖出来 你流海了 二十斤了鸡宝 没长胖长高了 他牙齿好黑 哎呀牙的硬了 他牙齿好黑 牙齿好黑 牙齿好黑 慢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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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排队是吗 给鸡宝做一个谷密度检查 慢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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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扎着手指头 检查一下微量元素 不痛不痛 齐宝每做一个检查都在安慰自己 不痛不痛 没劲啊 劲吗 没劲 没劲 他还在安慰自己不痛 他还在安慰自己不痛 没劲啊 哇好勇敢哦 是不是 祝你们 小鸡宝好勇敢哦 有种种 嗯 收种种啊 鸡宝 好勇敢的小伙 好勇敢的小伙 打个预防针啊 没劲 看你牙齿了 没劲 他还在安慰自己不痛 还是没忍住 哭了 好了 好了好了 最近看到评论区 很多朋友都建议秋子 带齐宝去做一个检查 因为大家觉得他的头太大了 是不是有哪里不正常 昨天呢 我跟叔叔带他去医院做了一个体检 结果都出来了 就是有一点缺心 其他的都是正常的 医生说挺好的 没有什么异常 只是说他长得比较瘦小嘛 所以说显得脑袋比较大 身高呢 差一个厘米 然后体重呢 差 标准的体重4斤 医生说没关系 只要他健健康康的 然后活泼的 然后精神状态很好 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就是七宝眼睛闪光的问题呢 我们准备过几天 带他回桂林那边 再做一个复查 这段时间回来呢 我们经常给他按摩 然后呢 也不让他去接触所有的电子产品 看一看这次复查是不是会好一点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和七宝的关心 我知道你们是真心的关心我和小七宝 才会在评论区给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 真的我是第一次当妈妈没经验 然后呢平时工作也是比较忙 所以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育儿经验呢 可以在评论区跟秋子分享 帮助秋子和七宝健康快乐的成长 谢谢大家了 我去逛招式你去不去哦 你去不去 你去不去 去啊 你不去吧 你不去啊 哎我们两个在家玩算了 来 这几个老人家呢 说要带他们出去旅游 去哪里呢都嫌热 所以说我们今天决定来一个 县城一日游 先去逛逛超市 放高速了 放高速没活动了 我们全家出动了 过来逛超市了 今天呢 家会做周年庆 有非常多的活动 我妈说有一块钱 可以买到六个的鸡蛋 还有现在的黄牛啊 然后买东西还可以抽姜 这个很吸引我 好多人在这边对讲呀 买一块牛肉回去做麻辣牛肉条 这两个老妈要买火龙果了 五块钱五个 去吧你想吃什么 刚才我妈和我大爷看到这个三足呢 很想吃 但是觉得太贵了又舍不得买 刚好他们在那边挑水果 我就给他们买几个三足 买点米糕 买了一大车 回家了去吧 回家了 来了我们结账了 看看买了多少 等一下可以抽奖哦 我们今天过来太晚了 然后呢一块钱领六个的鸡蛋 那个已经结束了 明天呢有进店前188名 可以领一个红包 我们明天早点过来啊 我明天过来领红包 对同城的朋友们也可以过来领红包哦 去吧我们现在去抽奖啊 看一看你的运气怎么样 不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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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得过习惯了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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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一等奖 一等奖 一等奖是什么 工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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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以 谢谢阿姨姐 你过来了 sn Bu cin 一等奖 快把你弄到你的这条 焦 我一会儿 好 快把东西 我们跟这个阿公买点红辣椒来做剁辣椒 我们每年都会吃很多很多的剁辣椒 然后也会送出去很多很多的剁辣椒 刚好今年我们家的辣椒长得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要买一些